这里就要提及我的老师沐昕先生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 谢谢你 不是很多 但是国内也一样 我每次这样的场合 大概也就是百分之一二 他在前年去世了 84岁 此前他在大陆完全没有名声 没有组织 而且没有任何背景 他就是一个人 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 护身符 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他在文革前私下写了22本书 有哲学书 有诗 有散文 有小说 有论文 等等 文革初全部抄没了 也根本不能发表 然后文革开始后 他被关进监狱 他就在狱中 因为那个叫非法囚禁 不是正式的监狱 把他关在地下室 还有水渗进来 他就在狱中写作 大家想想看 在那样的年代 你狱中写作 如果被发现 最佳一等 所以他写完以后 他就缝在棉库里面 正反面写满 他这样写是为谁写 没有为谁写 不可能发表 也不能被看见 他是为自己写 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 他也写的不是政治抗议 而是诗 散文 和随笔 他只是为写作而写作 他跟母语 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 在那样绝望的环境当中 当他失去尊严 失去安全 几乎失去一切的时候 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 他拥有的就只有母语 所以他垂量这个语言 他说 他是靠一个字一个字 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以后 他的台湾在 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 一时引起轰动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位诗人雅璇 亲自积着鼓念他的散文 面对台湾很多作家 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 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 所有作家名单 没有木星这两个字 79岁的时候 2006年 他终于等到了 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 这个不明飞行物 飞到大陆了 也引起了小范围的惊讶 最让我惊讶的是 许多80后 90后 现在是10后 都喜欢阅读他的书 当他过世之前 病重之际 数上百位 完全不认识的小孩 从全国各地赶过来 为他送葬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 我就很奇怪 问你们为什么喜欢 穆辛先生 他说我们读不懂他 但是愿意读 因为我们才知道 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所以穆辛 曾经说 他对翻译是绝望的 因为诗无法翻译 曲缘无法翻译成英文 陶渊明无法翻译成法文 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 然后我也死在方块字里 但是想想 我能够和曲缘陶渊明老子 共存亡 我的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 那么这是一个中国人 对母语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文学的 美学的 是内心的 是精神的 和诸位在新加坡 遭遇到的语言困境 一定不一样 但是他指向中文 指向汉语 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是想说 一个言说母语的人 可能不在母国 可能恐惧他的母国 或者被他的母国迫害 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 他靠母语自救 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 这在沐昕身上是这个样子 他可以用母语调整 和祖国的关系 也可能正是凭了母语 在内心和母国分离 甚至决裂 在沐昕的个案中 母语的力量 大于母国 高于母国 沐昕说 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 他回国后临死前 曾经偷偷地写道 我是在他的遗稿里头发现的 他说 从中国出发 向世界流亡 千山万水 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是我所见过 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 非常决绝 也非常潇洒 他把自己的母国 故乡 老家 主宰 统统看成流亡之地 而陪他战胜流亡的 是他的母语 我想说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境界 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和境界 而是西方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 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 自古以来 故乡 故国 故园 是所有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潮 可是沐昕把故国 故园 视为流亡之地 但是他用古老 优美 简练的母语 譬如千山万水 譬如天涯海角 成功表达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 他用母语推开他的母国 他背离母国的乡愁 对母语表达敬意 感谢观看